釜山作为韩国第二大城市 是个充满历史、文化和现代活力的地方 以下是釜山深度旅游规划、涵盖景点、博物馆、购物、美食推荐和必买办手里介绍旅游景点 甘川文化村 缤纷的彩色房屋和壁画犹如露天美术馆 适合拍照和探索当地文化 海云台海水浴场 釜山最著名的海滩之一 夏季热闹非凡 还有周边的海云台传统市场 值得一访 太宗台 位于引导的绝美自然景观 有壮观的悬崖和海景 可以搭乘小火车环游 龙头山公园 这里有釜山塔可以欣赏城市全景 是散步和放松的好地方 扎嘎骑市场 韩国最大的海鲜市场之一 可以品尝到最新鲜的海产 也可以购买当地特色的钱货 博物馆 釜山博物馆 展示釜山的历史和文化 从古代到现代 都有丰富的展品 釜山电影体验博物馆 体验韩国电影的历史与技术 是电影爱好者不可错过的景点 釜山现代历史博物馆 了解釜山的现代发展史 尤其是日志时期的相关展览 购物 南浦东购物街 釜山的购物天堂 汇集了各种品牌 潮流时尚和特色小店 适合购买服装 化妆品和纪念品 福田市场 这里有传统市场的氛围 可以买到新鲜的蔬果 当地特产 以及各类韩国小吃 新世界百货 Kentum City店 世界上最大的百货公司之一 内有多样的品牌专卖店 还有水疗中心 滑冰场等娱乐设施 美食推荐 福山鱼糕 当地特产以鱼迷制成的小吃 口感弹牙 是非常受欢迎的街头美食 福山辣炒年糕 不同于首尔的甜辣味 福山的辣炒年糕 更具辛辣感 搭配鱼糕风味更佳 福山海鲜汤饭 以丰富的海鲜煮成的汤饭 味道鲜美浓郁 是寒冷天气的最佳选择 烤牛小肠 福山的烤牛小肠 因其独特的风味和嚼劲而广受欢迎 尤其是福山地区的烤肉店 必买伴手礼 福山鱼糕 当地出产的鱼糕种类丰富 是带回家给亲友的首选伴手礼 甘川文化村纪念品 这里有手工制作的艺术品 明信片和小饰品 具有独特的当地文化气息 福山特产辣酱 福山辣酱 口感独特 辛辣中带有一丝甜味 适合喜爱辣味料理的朋友 海鲜前货 在炸嘎其市场可以买到各种前货海鲜 如油鱼钱 海苔和鱼干 是具有福山特色的伴手礼 福山作为韩国的海滨城市 其美食以海鲜为主 且口味独特 结合了辛辣与鲜美 以下是几种当地必尝的美食介绍 1.福山鱼糕 介绍 福山的鱼糕以弹性十足 和浓郁的鱼香味著称 是当地最受欢迎的街头小吃之一 这些鱼糕 以鱼糕为主要原料 经过蒸 煮或油炸后制成 种类丰富多样 推荐地点 南浦东的鱼糕专卖店 和市场摊位 都是尝鲜的好去处 2.腊炒年糕 介绍 福山的腊炒年糕 以其更为辛辣的口感而著名 通常搭配鱼糕 煮蛋 蔬菜等配料 福山的年糕 质地更软糯 配合特制的甜辣酱汁 风味独特 推荐地点 福山各大传统市场 和街头小吃摊 都能品尝到正宗的福山腊炒年糕 3.福山海鲜汤饭 介绍 这道汤饭是福山特色海鲜 与韩国传统汤饭的结合 以多种新鲜海鲜 而煮成的汤底 搭配白米饭享用 汤头鲜美浓郁 特别适合寒冷的天气 推荐地点 炸嘎其市场周边的海鲜餐厅 都提供这道经典的海鲜汤饭 4.生鱼片 介绍 福山靠海 因而这里的生鱼片新鲜 且种类繁多 包括鲑鱼 鲦鱼 章鱼等 通常直接蘸着韩式辣椒酱 或酱油享用 福山的生鱼片店 还会提供不同的韩式小菜佐餐 让味蕾得到极大的满足 推荐地点 炸嘎其市场 和海云台一带的生鱼片专卖店 是品尝这道美食的绝佳选择 5.烤牛小肠 介绍 福山的烤牛小肠 以其独特的风味和口感 深受当地人喜爱 将牛小肠和蔬菜 洋葱等一起烤制 在站上特制的酱料 外焦里嫩 香气扑鼻 推荐地点 福山的繁华商圈 如西面或南普洞 有许多专门提供烤牛小肠的餐厅 6.福山猪肉汤饭 介绍 这是一道福山特有的料理 由浓郁的猪骨汤底和白米饭搭配而成 汤中加入猪肉片 豆腐和泡菜等 口味鲜美且饱腹感十足 是当地人最喜爱的平民美食之一 推荐地点 在福田市场周边有许多经营多年 口碑良好的猪肉汤饭店 7.东莱煎饼 介绍 东莱煎饼是一种姜葱 海鲜 鸡蛋和面糊混合后 煎制的韩式煎饼 外酥内软 这道菜起源于福山的东莱区 是当地传统节日的必备食品之一 推荐地点 在东莱区的传统餐厅 可以品尝到最地道的东莱煎饼 8.刀切面 介绍 福山的刀切面 是一种用手工切制的面条 口感筋道 汤底多余海鲜 或鸡肉熬制 汤鲜味美 这道面食 经常在寒冷的冬天食用 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 推荐地点 福山的传统市场 和街头小店里 经常可以看到刀切面的身影 这些当地美食 无论是街头小吃 还是传统料理 都是你在福山 不可错过的美味体验 福山是个充满活力的城市 其独特的文化和风味 使得这里的伴手礼 别具特色 以下是一些福山必买的伴手礼介绍 一 福山鱼糕 介绍 福山的鱼糕以弹性和浓郁的鱼香味著称 种类多样 从原味到辣味 应有尽有 这些鱼糕通常以鱼迷为主要原料 经过精心制作 是当地居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美食 也是送礼的上家选择 推荐地点 南浦洞的鱼糕专卖店或炸嘎其市场 二 福山特产辣酱 介绍 福山的辣酱口感独特 结合了辛辣与微甜 适合用于各种韩国料理中 无论是拌饭 炖汤还是烤肉 都是不可或缺的调味品 这款辣酱通常在福山的传统市场或专卖店中有售 推荐地点 福田市场或南浦洞的调味品专卖店 三 甘川文化村手工艺品 介绍 甘川文化村 以及缤纷的色彩和艺术气息 吸引众多游客 在这里可以找到各式各样的手工艺品 包括手工明信片 小摆设 绘画作品等 这些纪念品 都充满了当地独特的艺术风情 推荐地点 甘川文化村内的小商店和手工作坊 四 海鲜前货 介绍 福山作为港口城市 其海鲜前货种类繁多且品质优良 如鱿鱼钱 海苔 鱼干等 这些前货不仅可以作为零食享用 还可以用来烹调多种美味菜 推荐地点 炸嘎其市场是购买各类海鲜前货的最佳地点 五 东来煎饼粉 介绍 东来煎饼是福山著名的传统美食 喜爱这道料理的游客 可以购买特制的煎饼粉回家自行制作 既方便又能重现福山的地道味道 推荐地点 福山的传统市场或专卖店内有售 六 韩国药膳酒 介绍 这是一种传统的韩国米酒 酿制过程中添加了多种药材 味道独特且具有养生功效 东来药膳酒是福山的代表性特产 常被用作重要节日或庆典的敬酒 推荐地点 东来区的专卖店或南浦东的特产店 七 韩式茶瓶与茶具 介绍 韩国的茶文化远远流长 福山也有许多精美的茶瓶与茶具 可供选购 从绿茶 红枣茶 到人茶 这些茶品不仅口感独特 还具有健康功效 与此同时 韩国风格的茶具 亦是雅致的伴手礼 推荐地点 福山的传统市场或专门的茶店 八 韩国护肤品 介绍 福山拥有许多知名的护肤品牌 无论是平价品牌 还是高端品牌 都有众多选择 从面膜 精华液 到防晒产品 这些韩国护肤品 因其卓越的品质和效果 而深受游客喜爱 推荐地点 福山的百货公司 如新世界百货 Centown City店 或南普洞的化妆品店 这些伴手礼 不仅具有福山的地方特色 也能将当地的文化 与美味带回家 让你的家人朋友 也能感受到福山的魅力 福山 是一个非常适合 亲子旅行的城市 有许多适合全家 一起参观的景点 以下是一些福山的热门 亲子经典推荐 1. 福山水族馆 Sea Life Bees and Aquarium 介绍 福山水族馆 位于海云台海水浴场附近 是韩国最大的水族馆之一 馆内拥有多达250种 超过35000只海洋生物 包含鲨鱼 海龟 鱼等 还有让孩子们 可以近距离接触的 小型触摸池 特色 水族馆内设有巨大的水下隧道 让游客可以360度 观赏海洋生物的活动 此外 还有定期的海洋动物表演 和教育活动 非常适合全家参观 地址 福山海云台区 总董14114 2. 福山乐天世界冒险 Lot World Adventure Beeson 介绍 福山乐天世界 是福山最新的大型主题公园 内设有多个 适合不同年龄层的游乐设施 包括刺激的过山车 儿童游乐区 还有适合全家观赏的各种表演和活动 特色 这里有室内和室外的游乐区域 无论是晴天还是雨天 都可以尽情游玩 还有丰富的餐饮选择 和购物区 适合一整天的亲子游 地址 福山京景区 福山大陆1529 3. 福山儿童大公园 Beeson Children's Grand Park 介绍 这座公园是福山最大的城市公园之一 内有动物园 植物园 游乐场和儿童科学馆 是一个绿意盎然的亲子休闲场所 特色 公园里的动物园是孩子们的最爱 可以看到各种动物 如鹿 孔雀和熊等 此外 公园内的儿童科学馆 还提供了互动展览和教育体验 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习 地址 福山东来区儿童公园路1号 4. 甘川文化村 Gantran Culture Village 介绍甘川文化村 以及缤纷的彩色房屋 和艺术作品文明 是一个充满创意的艺术村落 这里的街道和小巷里 充满了各种适合孩子们探索的壁画 雕塑和手工衣品商店 特色 村内设有多个拍照打卡点 和手作工方 适合亲子一起创作属于自己的纪念品 此外 还有儿童喜爱的迷宫般的小巷 可以让孩子们在安全的环境下自由探索 地址 福山沙下去 干穿两栋十番地 5. 松岛海上缆车 Sundomart in Cable Car 介绍 松岛海上缆车 横跨松岛海滩 是福山最受欢迎的观光缆车之一 缆车 从松岛海滩出发 经过大海 岛屿和悬崖 最终抵达安洞山顶 特色 搭乘缆车时 可以俯瞰整个松岛海滩 和美丽的海岸线 对于孩子们来说 这是一个充满惊喜的体验 此外 缆车终点站附近 还有一个游乐场和咖啡厅 适合全家放松休息 地址 福山西区松岛海边路1716 福山电影体验博物馆 Be the Museearm of Movies 介绍 这座博物馆 专门展示电影的制作过程和历史 内部设有多种互动展览 让孩子们可以体验到电影制作的魔力 特色 孩子们可以参与制作自己的动画短片 了解电影特效的原理 还可以试穿电影服装拍照 这是一个寓教娱乐的场所 适合全家一起参观 地址 福山中区大厅街12号 这些景点为福山的亲子旅游 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 无论是探索自然 享受刺激的游乐设施 还是体验文化艺术 都能满足不同年龄层孩子的兴趣和需求 感谢数据